怎麼樣做一個表單 然後呢可以讓我們輸入資料 輸入資料的話一個蘿蔔一個坑 幫我輸入上去 那標準體重因為我已經寫了一個函數 所以呢也可以自動產生 其實自動可以做出來 這個標準函數就直接可以引用剛剛的那個函數就可以 所以我需要一個東西是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話就是 這個我先把那個我做好的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這個表單可能大家稍微比較陌生一點點 不過也不用擔心我把它執行起來給各位看 類似像這樣子 那它的做法就是它的那個用途大概就這樣 就是你可以輸入一個你的名字嘛 比如說今天有個會員 當然如果它有身份證 身份證號上面有個條碼 你剛剛一掃它有個身份證號也會上來 然後比如說某某某OK 然後它的身高你就填一下 然後它的體重 那假設它的性別 有一個下拉清單 那當然將來 如果你要避免錯誤 最好也是讓它用選的 性別不要用自己打 自己打的很容易做錯 OK 那標準體重的話 不需要自己填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自己算 總不可能 你叫它旁邊擺個計算機幫你算吧 所以應該是什麼 自動產生 自動產生之後呢 那當然你這邊就會有 總共會有五個資料 那這五個資料呢 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分別幫你怎麼樣 這個幫你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這個幫你放到這邊來 然後做完也許就是多一個清除啦 或者是說按確定之後 自動幫你全部清空 那當然更好 反正這個做法由你自己設計嘛 反正怎樣方法最貼心是 你就這樣設計就OK了 那我們做完來看一下按確定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它會自動幫我產生標準體重 第二個輸入進去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有沒有 我剛剛填的資料 全部就進來了 再來就是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 清除這個地方 使用者就可以繼續填了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的產生一個表單 基本上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產生這個表單 請各位記得在哪裡呢 第一個 我們回到原來類似像這樣對不對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如果有加一個表單的話 它會出現 我先把這個 這個已經 這個我的名稱叫HOME 那怎麼新增表單 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制定表單 關鍵在這個地方 前面的話呢 是插入一個模組 現在的話呢 是插入一個 制定表單 那如果說你有插入一個以上的 制定表單的話 在這邊會出現一個資料夾的圖示 然後呢裡面的話會有 你顯示出來你的表單 當然表單不只可以做一個 你可以做很多個 而且如果你要做複雜的話 你可以第一個先做一個總表單 比如說你點這個 是跳哪一個 點這個跳哪一個 反正你可以很多個表單 根據你的作業需求 你可以設計不同的表單出來 有個總表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怎麼設計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做完的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表單 那這個表單裡面有哪些東西 特別注意 一般如果你要設計表單 我大概有個口訣 一般就是由外而內 由外而內 所以呢會先把什麼 這個表單的名稱 跟它的caption 還有它的底色 先設定好 再來由 由左到右 就是先把這一排的 先做完 再做這一排 再做這一排 然後呢由上到下 就通通做完